所以買樓一定要看清楚,不要只聽規劃 看看哪裏有實實在在,有甚麼起到 哪裏很近就馬上到衛動高鐵站 最重要是帶給大家看看現在的露房 廉山大道,去富力灣的現狀如何 Hi 大家好 大家好,Andy 今天我和Andy 過來富力灣 廉山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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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山鎮 應該不是這樣說,廉山鎮,廉山鎮不是廉山鎮 反正就是所謂的位置 最近位東高鐵站的樓盤 為何會在這個位置呢 我和Andy 剛剛去到廉山鎮,辦事件 經過這裏,跟大家講解廉山鎮現時最新的情況 因為上一陣子有個觀眾跟我們說買了這裏的福利灣的樓 是2018年買的 有很多問題,福利灣和這個觀眾都在打官司 我們通過這集片分享給大家 在國內買樓真的要注意一些細節 以及避免中雷 因為你不是真的找到這裏 每天拍攝這裏的耕生細節 以及不知道發展商周圍的建設是怎樣 第一觸覺就像我們這個福利灣來說 誠哥先說一下發展鏡頭 之前這裏有多漂亮 我們現在就在福利灣營銷中心 大家可以先說一說 國內買樓危機四伏 最主要說一下福利灣現時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之前的售樓部 現時的售樓部其實還在這裏 但是沒有什麼人 因為自從福利灣都爆雷 這個是我們的大門口 雖然你拆了也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這裏做了一條市政路 通過去我們現在的衛東高鐵站 通條路是好 問題是通條路是從整個屋苑的園區中間 這樣插一條市政路 之前在這裏買樓的觀眾 售樓市可能有些誤導 從來沒有提到這裏會有一條市政路 這樣就變成了整個屋苑的大車、小車 都是很穿梭的 售樓部現時都還在這裏 以前這裏是不是很漂亮 沒錯 好像有些夏威夷感覺 有些椰子樹 又說紅樹林 有些沙灘 是 現時這個福利灣 這裏有一部份的商業 都有開的 因為這裏畢竟發展了這麼多年 都有一部份的業主有入住 這裏還製造了一個人行天橋 過馬路這樣是好的 安全一點 但是跟之前售樓部推銷的時候 沒有說過這裏有一條市政路 真的欠缺很大 這是第一 第二 各位觀眾買了這裏的業主 跟我們說回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當時售樓市宣傳這裏有沙灘 這裏有沙灘 其實這裏是沒有沙灘的 因為這裏屬於內海 真的比較內海 那些張潮、退潮全部都是於泥為主 沒有沙灘 其實我們當時 我們在2017年、2016年都來這裏賣過 特別是那邊庫力灣的高層 我們一眼都看到這裏是沒有辦法做到沙灘 因為那個水 那個漲潮、退潮太多 好像這裏的淤泥一樣 這裏淤泥 這裏都變成了市政路 這裏之前是否叫五星級帆船酒店 這裏不是叫帆船酒店 現在叫做契林度假酒店 這個酒店是比較高檔一點的 它也開成了 但當時宣傳的口號 還有一個敵拜的帆船酒店 可能是吹就吹過了 那個帆船真的 船都未見到 不知去哪裏找出來 推銷有一個五道 例如沙灘、帆船酒店 還有不知為何這條路 這條路是內部路 變成了市政路 市政路是方便了市民出行 去衛東高鐵站直行就是了 給大家看一看 18、19分鐘 7.6公里 從這條路一直去衛東高鐵站 到時我們把圖放在這裏 如果你說是過來這邊的話 怎樣說呢 交通情況 交通是方便的 因為這裏還有一個車站位 可能離開過車站 這裏應該是車站 那裏是市政巴士淡站停的 是有的 市政巴士淡站停 提供給市民出行 當時有些客戶當時買這裏的時候 因為這條路變成市政路 整個屋苑的園區縮小了 因為當時吹的這裏是內部路 我記得2017年前面是挖頭的 沒有路 現在都打通了 打通了 差一些基本的滑線 前面那裏還差一點 現在是員工 目前是可以通車的 目前是可以通車的 這裏有一個水上樂園 是呀 虎力灣 水上樂園 這些機件都還在這裏 因為這裏夏天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國內的觀眾 還有我們香港那些 都有很多人買了這邊 都過來這邊度假的 整體來說 這個虎力灣就輸蝕了沙灘 還有園區縮小了 做了一條雙向四車道 這裏叫做鏈山大道 這幾個欠缺 怎麼說呢 所以買樓一定要看清楚些 不要只聽規劃 好像我們頻道 沒有東西搞我們 都是這裏逛那裏逛 看看哪裏有些實實在在 拍更多些資訊給大家 我們頻道在這裏長斬海岸線 給予真實的實時報道 關於樓市的東西 給予其他同行 各有各的優勢 避免踩坑 最重要你想要什麼 你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幫你去設定 去找哪裏 如果總是要去沙灘 走近沙灘 無非就是華潤 華潤小徑灣 十嶺能灘 還有一個融創 這是峽政東部灣 即是海灣大橋 鵬河國那邊 如果過了海邊這邊 即是過了橋這邊 就順鳥灣 有一個金融街 比較好少少的沙灘 金融街 還有商業灣 文科 商業灣 海金黃 大概是這些 即是那些地方 你去沙灘就特別近 那些是真正的一線海景房 都有的 但是不同的樓盤 不同的一線二線 頭牌 或者是什麼積 內櫳是怎樣的 那個價差都很大 其實我們這裏 都見到十嶺銀灘 是融創的 看到嗎 這裏有擴大螢幕 先開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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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嶺銀灘去衛東站 和負力灣去衛東站 都是十嶺銀灘25分鐘 上次我們開過的 這裏開車是19分鐘 只差6分鐘 對嗎 只差6分鐘 所以你說真的那麼困 還是怎樣 其實都是相當的 即是說 如果你整個阿婆角 這個海洋線 包括我們的負力灣 其實車程去衛東高鐵站 下期都是相差幾分鐘 但是最高的標準是 我們屬於大亞灣的華人小徑灣 再過來我們維港灣最新的 一手樓五旗 六旗是最美麗的 因為六旗走的那個 維港半島 整個屋苑都是別墅為主 而且高層打造的都是一些 比較高端的產品 沒錯 如果過來的 例如要選擇我們俠政東部灣的現樓 現樓 要小高層、高層、碟碎 都有選擇 很帥仔 特別你選一樓的 你會選擇到有一個私家花園 但那些就不是別墅 是一些小高層的地下 都很帥 那些不用通過幾百個 二、三百個 才可以買到我們要帶花園的屋苑 即是大花園的單位 即是如果你說商業配套 好像富力灣來說 現在都這麼多年 好像都沒有阿婆國那一大 當然沒有 因為為何這麼說 富力灣始終跟幾大樓盤的位置沒有黏 即是離得遠一點 即是單靠自己的發展商業 以及居住的入住量不高 所以就有些 沒錯 這個是我們信寮鎮 不是不是是廉山鎮 廉山鎮 廉東 廉山鎮其實都很大 有時候廉山和信寮經常在旁邊 有時候黏著說錯了 沒錯 廉山鎮原居民其實都很多 這條路其實開通了方便了很多 方便於大家 譬如下車坐高鐵過來 馬上就要去我們的商業灣 或者我們其他不同的樓盤 這樣可以的 方便很多 不用走之前的舊路 車流量太大 這條新路始終未說十分完善 所以都可以的 走這條路就叫做新開發的路 這條廉山大道開通了之後 其實對於金融街 或者是紅海金岸的樓盤 都是一大很理好的東西 因為一路這樣 雙向八車一道 可以快很多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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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或者去商業灣都好少少 好過走一條舊路 因為你走海灣大橋真麻煩少少少 因為不用大家迫在一起 對呀 錯開的路線 有多一個選擇 現在現時是半開放狀態 因為還有一些橋樓等 未說完全開放 但我們在這條長枕都知道 現時是可以走的 對呀 對呀 前面很近 就馬上到衛東高鐵站 沒錯 最重要是帶給大家看看 現在的路況 廉山大道 對闊力灣的現狀是如何 現在闊力灣的交通都是 這條路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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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著我們的衛東高鐵站轉右 去廉山鎮政府轉左 直行衛東廣州 這條路牌 這條路牌 其實前面直行轉右 就是衛東高鐵站 為何我們要走小路 因為前面的橋樓還未移開 其實真正不用走這些村路 這樣繞去高鐵站 因為前面有一段 我不知道為何它還封死了 大概只有幾百米 就到衛東高鐵站 再看看我們的導航 因為繞進來這些村 還有1.2公斤 快很多 3分鐘便到了 剛才說到橋樓撞開 加腳油門 更加快 直路走到左轉便到了 這條年山大道對於雙月灣 這條路牌很漂亮 這條路牌很漂亮 這條路牌是衛東站 拉開網給大家看看 各位觀眾看到衛東站 衛東站三個大字都在這裡 可能鏡頭拍出來比較模糊 即是看到很近 這條影片介紹到這裡 因為我們不去衛東站 我們從這條路回到十里銀灘 Mandy 從這條路回到十里銀灘 其實車程都是20分鐘 不是走大路 是走這些小路 這條路是衛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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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條路一直過去的話 第一站會到哪裏呢 首先是到我們的熔塘 接著會到我們的 峽政東部灣 還有到我們的十里銀灘 圍港半島 便到了我們的終點 這裏我們不再過多去分享 因為這裏的村路 車多 要開車小心點 遙來遙去 電波一點 因為這裏一直去的都是鄉村的農作物為主 我們之前也有拍過這裏 從這條路走這條路 如何來衛東高鐵站都已經拍攝過 這集這裡全部都是農作物 鄉村的田的東西 很漂亮 Andy 這集我們又分享到這裏了 好嗎 好 各位各位觀眾 拜拜